牛肉姜最好吃的做法 牛肉酥香香辣过瘾 味道正宗 拌饭拌面都好吃 水饭的盐笋取芯 切条 再鲜嫩扣扣 装盘备用 取两块精品钻子牛肉 改下刀 更容易成熟 起个烧水 下牛肉 别就取芯 水盖后打去浮沫 姜米 大葱 香叶桂皮 八果大料 炒过香果 白口刷刃 盐 味精 鸡精 小火煮40分钟 40分钟就煮熟了 捞出冷却 更加定性 冷好了牛肉 切成后面 再切条 最后形成可可 起锅烧水 加油笋 盐 水开后打去浮沫 这一步是为了取出烟腥味 到处没有 起锅烧菜籽油 洋葱和大葱 把香味连出来 加入姜米 蒜米 电香后 捞住残渣 下笋 油乳里 炒干水粉 下入瓷巴海椒 这一步时间要长一点 把瓷巴海椒炒到发配 就下入菜市场买的三种豆豉 慢慢把豆豉的香味炒出来 跟孙子和牛肉融合 加味精 鸡精 白糖 倒锅了海椒面 蒸大提色 13香提香 花椒面 一勺芝麻 破砖 这个样子就差不多了 出锅装盘 香辣高硬 好吃油下饭的牛肉酱 就大家做好了 酱香容易回味油肠 简单的哼嘛 没东西想插字 记得告诉我 我来给你做 太除了 我来送了 稍息